委員有名發言 那麼在許委員發言完畢之前 請各位委員可以來登記發言 發言完畢之後我們就截止登記 院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我再把這個條文講一下 很簡單的講 時代力量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正宇 如果不是自己的勞動 不是自己的薪水所得拿別人的贈餘 各位想想看 我們要求非常的謙卑 150萬以下科增10% 超過150萬至350萬科增 就其超過科增20% 各位想想看 如果一般的上班族 和年所得150萬 各位想想看 他的稅率會是多少 會是10%嗎 如果他的年所得超過150萬到350萬之間 各位想想看 他的所得稅率會是20%嗎 更不要提 如果他的所得 他的薪資所得超過350萬 各位想想看 他的稅率會是30%嗎 我想我們提出這樣的版本 其實最根本的 是要讓這個社會知道說 我們新國會對於這種 因為父爸爸 父媽媽所產生的這個世代階級之間的不平等 我們新國會是有看到的 我們新國會是願意去絞證的 很多朋友說 降一陣稅 所以這些富豪就會乖乖的繳稅 他們不會逃漏稅 各位 這是不是太天真了 如果他有逃稅的機會 他真的就不會去逃 就因為我們的稅率比較低嗎 我前面講的 150萬以下10% 150萬到350萬20% 相較於願版 願版是2500萬以下10% 各位想想看 2500萬以下10% 如果2500萬一個人 年所得2500萬 他的所得稅的稅率會是10%嗎 可是我們願版給大家彰顯的是什麼 你這個簡單一講 不勞而獲的只要是10% 2500到5000 15% 5000萬 20% 各位 這樣是宣布怎樣的價值觀 所以 實在一樣黨團的版本 是希望 我們新國會 讓台灣的年輕人了解到 我們有看到他們的差異 我們有注意到 公平正義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出發 時代力量希望 各位能支持我們的版本 這不只是 為了長照的裁員 更重要的是 整體的圈示 讓年輕人知道 我們有注意到他們 我們有注意到他們 謝謝 許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